据印度时报报道,3月2日,斯利兰卡政府发言人兰布克维拉表示,他们将向印度和日本提供克伦坡港西部集装箱码头开发项目,作为之前宣布终止与印日在克伦坡港东部集装箱码头合作协议的替代方案,有关本次项目的讨论只会在斯、印日三方之间进行。 此外,斯内阁决定允许印日持有西部集装箱码头85%的股份,这与之前他们在中国参与建设国际集装箱码头时提供的条件相同。 不过印媒还在报道中提到,克伦坡港非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之前中国也在此建设了一项总投资额约5亿美元的集装箱码头项目,所以他们推断,斯利兰卡此举表明他们有意在传统盟友印度和中国之间取得平衡。 据了解,一直以来,印度和斯利兰卡确实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与斯利兰卡保持着友好往来。 不过由于西方提出印太战略和前段时间的中印边境冲突,一些有心之人开始在中印私关系问题上进行恶意引导。 针对此问题,中国驻斯利兰卡使馆官员胡伟去年9月已经进行了回答。 他表示,中国作为斯利兰卡的真诚朋友,对与斯方的合作持尊重和开放态度,从不逼迫斯方接受所谓的中国优先或者要求斯方选边站队。 而在中方提出此观点几个月后,印媒公开将中印私关系放在了台面上,又是何用意呢? 而且斯利兰卡政府此举也并非一定是想要在中印之间搞平衡,毕竟对克伦坡港的开发是斯利兰卡的关键项目。 他们将其中一部分交给印度和日本也是为了能够完成他们的计划,或者也可能是对取消他们之前的合作进行的补偿。 另外,就算斯利兰卡是想借此搞平衡,也无可厚非。 毕竟作为一个小国,斯利兰卡也希望处理好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间的关系,不至于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印度却几次三番地在斯利兰卡身上做文章,试图给三国关系添点料,就比如之前有印媒炒作称,斯利兰卡不信任中国列车的质量,希望购买印度的列车,试图挑拨中司关系。 不过,无论印媒再怎么变着法的炒作,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过过嘴瘾,对中国产生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老是这种把戏也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希望印媒还是别再疯狂捆绑中国,执着于这种无聊的把戏了。